嗨,我是宝可梦 今天大家都好吗? 我们要来跟大家聊聊 就是所谓ETF的费用 也是我们这个所谓的 囤钱投资奥义的 最后一个单元了 好不好 那今天的话呢 请大家一样 也是要就是认真的来学习一下 让我们知道说 其实ETF可能也有一些 所谓的隐藏的成本 好不好 然后让我们去知道说 到底有哪些地方是需要注意的 然后我们一起来学习 一起往下走 拜拜 今天一样的话 就是跟大家介绍 这个ETF的费用 那在本系列的影片 其实之前有跟大家分享过了 学习银行的活存或订存 然后数位账户 跟存网银世代的来临 介绍过了 再来有跟大家讲过 基金的介绍跟费用 然后股票的交易由来 然后还有这所谓的 费用的部分 都跟大家介绍过了 上一支影片是跟大家介绍 ETF到底有哪些商品 是可以让你拿到6%回馈的 今天呢要来跟大家讲 跟深入也最重要的 就是ETF的费用的部分 到底是怎么计算的 有没有哪些猫腻 也就是所谓的Mega的部分 你要特别去注意呢 就在今天的主题 我们赶快往下走吧 第一个 我们要怎么买入ETF 那上一支影片 有跟大家介绍过 其实你可以在这所谓的 基金的平台可以买 然后也可以在这所谓的 证券的平台可以买 那在国外的部分 其实也是可以在国外的 这个所谓的 海外券商的部分 也可以进行购买的部分 所以其实你要买 这个所谓的基金 或者是买ETF 都是有管道有门道的 所以它其实没有非常的困难 如果你有需要的话 其实你在网路上搜寻 相关的资讯都可以找到 到底要怎么进行下单的部分 那最简单最无脑 就是开立国内的券商 那么就可以买0050或0056 这些所谓的很基本的 这所谓的ETF的部分 那它的费用率的部分 我们就往下看 跟大家讲 国内的ETF呢 其实你在国内的券商 就可以进行购买了 比如说永峰大户的户头 大户头 永峰金证券的大户头 然后这个头打错了 这个封存股 然后还有这所谓的国泰证券 其实都有提供 这所谓的定期定额 买这个所谓的零股 或者是做存股的动作 最低3000块就可以进行进场 那稍后我会再跟大家介绍 我自己本身的那个 所谓的投资的这个所谓的购买的过程 那这个绝对不是所谓的 叫大家一定要照我这样做 而是提供我的心得给大家参考 那你们还是要去理出 属于自己的投资策略 好吗 因为我这样做 我赚钱并不代表 你跟我这样做 你也会赚钱 这就是个人的缘分的问题 好不好 那海外的部分呢 其实你就是可以使用一些券商 或者是外汇交易商 TMA Trade First Trade 或eToro 其实你都可以进行这个所谓的 这个交易的部分 所以ETF的部分 其实在国内也是 我觉得也越来越简单 越来越简便 可以去做投资 好 那再来的话就是付委托 如果你自己本身 觉得去国外开户 或者是线上开户 这种对你来说压力很大 觉得说 我不懂英文 我希望有台湾人可以为我服务 那你其实可以请券商 国内的券商呢 帮你做服务 那他们其实很简单 就是说 因为他们在国外也是 有公司户码 那他就是以公司的名义帮你买进 然后到时候 给你收中间的手续费 然后 他如果有股息进来的话 他也就是再转换给你 所以其实就是这么简单 那 你要自己去思考说 你是否可以克服英文上的障碍 然后自己在线上开户 就可以自己处理这些事情了 或者是说 你担心会有一些遗产税的问题 或者是说你人不小心走了 但是这个钱在海外 你的家人可能不见得具备 这个时候跟海外的券商做交易 做交涉的这个功能 把钱取回来 那我觉得你也许就可以考虑使用付委托 因为付委托就是国内的券商 会帮你处理一切 但是如果你觉得你OK的话 你家人也OK的话 那么其实事实上 你还是可以使用海外券商的部分 我觉得这也其实没有非常困难 因为只要就是略懂英文 其实应该都OK 好 好 再来的话呢 我们继续往下看 这个买入的部分呢 我把它拆分成三个不同的通路 然后跟大家分析一下 他这个所谓的费用的部分 到底是怎么样 这也是今天的重点 比如说国内券商的部分的话 其实就是 我们在证捐交易市场 买卖股票 你会被收这所谓的手续费 0.1425%的这个数字呢 大概就是买进跟卖出就会乘以2 那这部分的话 券商其实通常都会有折扣 那你的可以谈到多少折扣 就是看你之前的交易量是多少 所以这部分的话就是 你必须要主动跟去跟你的证捐员谈 那再来的话就是证捐税一般的股票是0.3% 但是我们的ETF是0.1% 所以我觉得这部分的话就是大家除一除加一加 初估大概是0.27% 你的做的每一次交易呢 买进加卖出就是会需要支付这个钱 给这个所谓的通路商跟这个所谓的政府 所以你要特别注意大概是这个数 这数字其实也算是蛮低的啦 那我们来看看下一个就是海外券商的部分 海外券商的话你会发现说 其实像eToro的话 它收的是单边点差0.09% 0.09% 所以买进跟卖出就是0.18% 0.18%也是跟我们国内券商0.27%比起来 还是比较低耶 所以我觉得你在海外投资 这个eToro部分其实也是还不错的选项 但是还有更便宜更好的选择 就是像TDM Trade或者First Trade 它现在不是都有 就是ETF交易全部零手续费吗 所以它等于是连0.18%都不用付出去了 但是呢 这部分的话就是eToro跟TDA的差别 就是eToro它可以就是选择信用卡入金 然后最后信用卡出金这样子 那TDA它就只能够汇款了 所以你就是要在国内准备好一笔钱 然后汇到国外去再进行投资 那eToro当然也可以汇钱啦 汇钱进去就汇钱出来 就是这个样子 所以怎么进怎么出 所以我觉得不同的外汇交易商 或者是不同的券商都有他们的优缺点 那么你就是上网去多做一点功课 然后来找出最适合自己的投资方式就可以了 那想要了解更多eToro 其实我也都写很多文章 你也可以看一下这样子 那最后的话就是这个付委托 付委托的话基本上它的手续费 0.05到0.1不等 那这个部分就是要看你自己去谈的 这个手续费的部分 那当然是量要越大 你的手续费这样摊平下来才会越低嘛 所以你不要就是小额就去请人家帮你做付委托 那这样子他们要再去跟美国下贷 然后再回来给你 其实那都很麻烦 所以他们都会说费用其实都不不不低 都蛮高的 所以你一定要特别去注意这个成本的部分 那比如说交易所费 或者是TAF的费用 这部分的话你还是要特别去做一下功课 那再来的话就是如果你的海外的交易 这些ETF它有这个给你 这所谓的现金股利的部分 那在美国政府那边 它会是扣30%的这个所谓的税费的部分 那这是不可免的 所以如果你是用付委托的部分 他们到时候把那个利息汇回来给你 也是会扣掉30% 所以这个你要特别去注意 所以就是国内券商 海外券商 然后跟这所谓的付委托 其实都有他们的这个优缺点 那你就是挑适合自己的就好了 对就是这个样子 那再来的话就是 我们先讲讲国内的好了 就是如果你要怎么从证券市场来买进台股的ETF 就是百宝可梦都买这个0050、0056 那到底怎么买的 我也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其实之前在那个讲股票的那个影片里面 就有跟大家分享过 我最早我是选择最便宜的这个券商 就是新封证券 那现在好像叫奔亚嘛 就是被合并了 所以它这个部分的话呢 其实它是17折 非常便宜 0.1425再乘以0.17 就是超便宜 但是它那个你如果要买零股交易的话 它有一个最低的这个支付的成本 就是20块钱 所以你这样怎么算的话 你其实你要这样往回推 你才会发现说 其实你真的要把你的利润压到最低 你可能就是一个月要投资7、8千 然后不能够只买3000块这么少 所以我觉得如果你以成本去考量的话 也许在市场上还有什么新光证券啊 那个东亚证券这些都有一些很便宜的这个费率 那么你就可以就是从这方面下去开户 然后来去做交易 也是可以的 但是如果你是要挑方便 或者是挑目前有活动的 那我觉得我就建议你可以使用 比如说我们的这个永峰 永峰大户的话 它现在就是因为有开户活动 然后大户头也有活动 所以这中间的这些 他们的系统的创建是做的还不错 所以我现在其实我在买零股 或者是台股交易的时候 我现在反而就全部都用这个了 所以这个新峰或者是奔雅证券那边 我就比较少在使用 所以如果你对于购买台股有兴趣的话 我非常欢迎你赶快来扫码 好不好 这边有我们的永峰大户数位账户的 这个影片介绍 也就是我们这一次这个所谓六月份的 一开始每日一支影片的第一支影片 永峰大户数位账户介绍 赶快就是扫码来观看影片 然后它下面就有一些 跟你介绍的一些怎么开户啊 相关的资讯都在这里面 请大家手机拿起来赶快来扫码好吗 好这个就是永峰大户数位账户 你要先开户 那才能够往下走 就是开证券户跟开这所谓的 领股的这个买卖的户头 所以第一个一定要先开立这个所谓的 大户数位账户 那它的特色就是 国内就是1.1%的高利活储 然后50万以内都是可以就是高利活储的 一般而言的话 像证券户它所绑的这所谓的交割户 它的那个利息都是非常非常的低的 都0.01之类的 因为你只是放个资金进出而已 但是呢 如果你使用的是永峰大户数位账户 其实你可以拿到的利率是1.1% 也是市场上目前就是非常非常高 非常非常不错的一个这个所谓的回馈 所以提供给大家参考 OK 好来下一个 我看一下 第二就是说开立证券账户 那开立证券账户的部分 我就是这个大户头 那大户头的部分我已经有跟 就是去年有写过文章跟大家分享了 所以你们如果有兴趣的话 就是来一样 就是扫码 然后来了解一下这个大户头 到底要怎么做开户 怎么做交易 他券商又有提供哪些不错的这个所谓的悬股指标 比如说那个AI啊 这个AI帮你雇之类的 他们有开发出很多不一样的这个所谓的策略 都可以让你去做学习 然后去参考 我觉得这也是蛮有趣的一部分 但是永峰大户跟永峰金 他们是分开的两个子公司跟不同的单位 所以这是蛮有趣的 就是都是不同的人找我接洽 所以这部分大家就是可以再参考一下 那如果你两个都开完了 第三个就是可以开这所谓的零股的这个交易账户 其实是我现在目前常在使用的 就是这个封存股 那封存股的部分一样 就是大家手机拿起来就可以直接扫码 那里面呢就有这个我所谓的开户的介绍 那么你就step by step跟着做 就知道怎么进行这个所谓的封存股的开户 封存股开户真的很简单 它是很无脑 就是你有大户头了 就是点一点点一点 然后它直接那个系统就是跟之前的借借起来 你马上就可以进行这个所谓的定期定额的下单 这是很简单 这个其实根本不用花多少时间就可以做完的 所以你有大户数的账户的话 这两个大户头跟封存股其实很快就可以进来 这是很方便的一个方式 因为早期我自己要开证券户的话 都还要跑那些分公司 然后就是户头要先处理好 然后再去弄证券户 然后都要零贵都要弄很久 都好累 然后他还会跟你讲这个怎么下单 这些系统上的操作 但现在都不用了 现在所有的东西都是一次就做好了 所以我觉得现在是科技日新月域 其实下单越来越方便 就是提供给大家参考这样子 那大家一定很好奇说 我用封存股都买了什么东西 来这边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还蛮有趣的 这个画面的话 其实是我目前有做两个下单的指令 第一个的话就是玉山金 玉山金也是5月13号才确定说我要买的 第二个的话就是0050 0050就是从2月开始扣款到现在 其实也已经扣了三四个月了 那我们大家来看一下这个绩效 因为大家应该是还蛮好奇的 我们来看一下 好往下对这边 好你有看到吗 这个这是玉山金在5月18号扣款的部分 好然后那时候收盘是26.8元 也就是说之前讲过那个股票的这个 这个定义就是说 如果你要买一张股票就是乘1000 所以就是要26800 好那我用零股的部分 我买的是27.34 然后手续费一块钱 真的他们现在有活动真的超便宜的 所以你看我的成本是27.34 然后现在是多少 我看一下 28.20 所以我赚了85块钱 就是还蛮有趣的 就是我股数只买102股 所以我大概要这样子连续扣10个月 我才可以换到一张真正的预算金的股票 所以这就是定期定额 然后买零股就是很有趣的地方 这个那当然那个是股票 接下来要讲的是这个ETF 就是0050的部分 那我从你看 我从2月26号 3月26号 4月27号 5月26号都有扣 那扣的价格你看 2月份是89 很高 然后3月份的时候 因为那时候全球股市大跌 所以变成77块 然后4月份是82 然后现在要涨回来就是84 所以这个还蛮有趣的 那2月份的时候 因为那时候还没有什么活动 所以手续费要收10块 但是你看3月份 4月份 5月份都只有收1块钱 真的是又省了不少钱 我觉得还不错 那目前投资进去的钱 我看一下 是11245 然后赚了669元 就是赚了10个便当钱 也不错啦 所以这部分就是提供给大家参考 就是说如果你是用定期定额的话 其实你可以不择时 然后慢慢的时间到就买进 时间到就买进 所以其实也可以用这种方式 来慢慢的建构你自己的 这个所谓的资产配置的这个状态 所以我觉得还蛮好玩的 虽然说你可能每个月都要被扣3000 有点痛 但是一样就是一个月只投3000块 有点太少了 像我现在的话就是 月三金会扣3000 然后现在这个0050也会扣3000 就扣6000了 然后我的iBrand去年12月 有在操作 一样也是会再扣3000 所以就9000块了 9000 那我自己每个月还会再投 这个eToro的部分是500美金 就是15000 所以这样加起来就24000 这就是我基本上就是小资组一个月的薪水 所以我希望就是自己能够投资越来越多的钱 到市场上面去 那靠这些钱来帮我滚出复利 这就是我自己目前最想要做的这个事情 然后也是我很努力在做的事情 也鼓励大家就是也要一起这样做 好吗 那国内讲完的话呢 这边最后就是三个步骤 再跟大家简单的做一个复习 第一个就是开立大户数位账户 第二个的话是开立这个大户头证券账户 第三个的话就是零股的这个风存股的这个交易账户 三个都开完之后呢 你就所向无敌好不好 那你就是把钱放在大户 然后呢 就可以拿来做这个所谓的台股的交易 甚至呢 更进阶的 就是如果你要买海外的ETF的话 非常建议你使用大户数位账户 跟这个所谓的 呃 必备卡 这两张卡片呢 其实 你就可以让你自己的财富滚的更快 之前也有一支影片来跟大家介绍 就是你使用永峰必备卡跟大户数位账户 让你再多滚出30万的 这个所谓的呃 退休金的部分 我也是使用一系列的产品 好 包括如果用这两张卡片刷卡的话 你最后一支大户数位账户去扣钱嘛 好 所以不管怎样 你大户数位账户就是要先准备好 好 所以这个真的很不错 如果你对这个ETF有兴趣的话 你就是扫码 好 这边一样 好 我有做这个开户step by step的教学 有兴趣就是自己去学习一下 好不好 好 这样子的话呢 你的这个投资就会更全面 好 更加的呃 完整 好 那当然如果你不使用 ETF也OK 其实像TDA的账户 或者是first trade账户 其实都也可以让你去做交易 好 只是说它跟之前不一样的地方 是这边就是让你要把钱 汇进去海外的这个 券商的户头之后呢 解款了才能够开始进行投资 好 那但是我觉得这个双电报 已经很快 我之前 我记得我之前有会议比 就是30万台币 就是1万美金进去ETDA 好 那那个金额的话是礼拜五下午进去 那晚上就已经解款了 所以我礼拜五 我就可以进行在美股上面做交易了 所以我觉得TDA这一块是做的还不错 好 所以这部分的话就是提供给大家参考 好 所以你不管是在国内要做ETF交易 或者是海外要做ETF交易 其实我都有跟大家做过介绍跟分享 那也希望这个ETF的费用的部分能够对你们有所帮助 也祝福大家就是听完了这一系列这个简单基础的投资概念 大概有八集吧 一集20分钟就是160分钟 160分钟大概就是快三个小时的内容 几乎基本上都是一个课程的内容了 希望拆分成小单元小单元让大家好消化好吸收 并且就是step by step 逐步的去建构自己的投资的整个蓝图 好吗 希望这一系列的影片对你有帮助 那如果喜欢的话赶快来订阅宝可梦的频道 每天晚上10点跟你分享理财新资 信用卡新资 最新的台湾金融资讯好吗 就是只有我在这边有了 希望大家会喜欢我们的内容 赶快按赞留言分享出去 让更多的亲友去知道这么好的产品 这么好的内容给大家 我是宝可梦 我们下回再见 拜拜